那百老会剧在台湾演是比较不容易的 那最近的是歌曲美影 这些都是动不动要上亿的成本才能够演 我是指在台湾 他原来的成本当然更高 好了 那么这个Cats是最突出的一个文学家 跟百老会剧结合的一个例子 因为T.S. Eliot就是二日世界最重要的诗人之一 然后这是他写给他的一个侄子的一些童诗 有趣的是 T.S. Eliot是一个非常严肃 非常无趣的人 可是他居然写了一个童诗 然后里头都是在写猫 他喜欢猫 所以那些诗其实没有剧情的 但是后来他们把他的诗就串成一个歌剧 然后演出来 非常非常地受欢迎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说原来Cats是T.S. Eliot的所写的 这边可以看出来 T.S. Eliot 那么他原来是叫Old Possum Book of Practical Cats 这是很难翻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Possum是一种会背着自己的小孩爬树的一种鼠类 那他给他的侄子写信的时候 他都自己称为Old Possum 那个老的那个 我们中文叫腹鼠 就背负的那个腹鼠 他是那个老鼠 那么写了这么有趣的一个东西 这是那个Louis Carroll所写的 爱丽丝梦有其境 这个改编的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这是Othelon 莎士比亚的奥太罗 奥太罗如果要选全世界最可恨的文学人物 就是Othelon 对不起 就是这个Iago 里头的这个角色 这个角色 所以大家有兴趣 我相信竹鼠馆一定有 有Othelon 你们就看 世界上有这么坏的人 OK 好 那这是歌剧相关的东西 我们就算了 戏曲 好 莫丹亭 莫丹亭是近两三年 大概让一个旧的经典 重新复活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例子 当然也因为白先勇的关系 那白先勇也是因为是一个 是一个作家 是一个文学家 那么他刚好对另外一种艺术 也就是昆曲 真是情有独钟 那他在他退休之后 那么他就做了这样一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 大概在两岸都 都觉得是 有一人之力 把一个剧种又重新复活了 那这个 他的青春版 牡丹亭亭 在国内 在台湾的时候 当然相当的轰动 那么在大陆也是引起很大的轰动 好 那后面东西是一些 有关的 这个 如果上去看的话 会发现到 很多的宝藏的 一些网站 我想我们就没有时间 没有时间仔细来看了 走马 这叫走马看花 好 说完了 谢谢 OK 好 那我们还留了一课钟 一课钟 非常欢迎 如果大家想到 想到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提出来 那基本上 我刚刚开头的时候说 高雄 是在 如果跟我刚刚回来 大家如果知道 中山大学成立多少年 那就是那么多年前 我回来的时候 那就是 二十 二十五年前 是不是 二十五年 一九八零 二十六年前 二十六年前 所以 这个 二十六年来 我觉得 当然 世荣的改变很大 但是当中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 它的很多 跟文学 跟艺术相关的设施 出现了 那有了这些设施 高雄就有机会 成为一个 有文化的城市 那在那个时候 高雄真的是 一直被叫做文化沙漠 因为你一旦 你不能够演好的剧 一旦好的 这个交响乐团 或者是音乐家 演奏家来 他没有场地可以表演 他只好不来 那也没有特别好的图书馆 这时候 这个城市 其实被迫成为沙漠 那现在 真的是 完全 不一样的 我也可以说 回到高雄 那是感受到 这个高雄的一种 文化活力 一直在发展 刚刚 馆长还特别说到 这个好像 近几年 还是近一两年 特别鼓励市民 要阅读 是不是 那阅读 好像 摸彩还可以摸中 一辆汽车 这个好像 全世界都不能想象 真的是非常慷慨 我相信是有企业 也很认同这样的理念 所以他们愿意 捐出一部汽车来 让喜欢读书的人 所以我 我这个生得太早了 不然以我 以我刚刚说 这个 这个 在念中学的时候 这个 那么努力读 我大概有希望 就摸到 摸到汽车 然后等十八岁了 再去开 是 是很有趣的 是 请 校长您好 在座的四名 朋友大家好 我上面有一个 一幕就是说 因为本身也是 念政治 那校长您 本身是台大 那个政典所 还有那个 政治系毕业 那为什么突然间 有这个 要把它反大 文学的这个 去念那个国系 谢谢 好 那这个 我常常碰到 这个问题 是 当然大家会觉得 比较好奇 但是 我想最主要的 原因是 其实 文学一直 是我自己说 是first love 是我一个 第一个 最向往 最喜欢的东西 那也是从小 从小一直 一直 一直阅读的 在考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 这个十几岁的小孩 都充满了热嫌 要为国为民 所以 我当时 填着志愿 我就 进了政治系 念国际关系 但是 但是 即使在那个 过程当中 我还是 到 到文学院 去修课 不过 我觉得 好像有一种人 被叫做 杂货担子 我就杂货担子 那其实 我那时候 也去理学院 修心理学的课 也去农学院 修植物系的课 所以很多的课 我都修 但是 本性上头 那么最接近的 我想是文学 那到我后来出国 出国的时候 我其实也是 修很多 很多东西 我其实 开始出去 并没有打定主义 要念学位 那觉得 因为 因为那时候 观光都还没开放 要出国 最顺理成章 就是去念书 所以 就是去念书 然后去念书 觉得就 什么都可以念 我并没有打定主意 所以一定要念什么 所以 我也 修了很多 新闻学的课 就是 新闻 修了图书馆学的课 也玩了一些 有趣的东西 去 去 去参加那种 做陶的班啊 去做一点淘气啊 什么 很好玩 自己 自己装修 自己的书啊 这些 很有趣 可是也是 越来越觉得 还有我 修了很多语言学的课 但是慢慢 越来越觉得 文学 才是 才是我要走的路 所以这是 人会 在人生当中 慢慢 也许也是一种 归真 反扑 那就像我现在 在台南艺术大学 我们 在学生里头 有一个 已经是开业的医生 那他 他把他的诊所 关掉 他来念一个 艺术的硕士 对 那也有一个 是中纲的工程师 那他也是跑来 音乐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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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课 等等 我想 很多这种 在 更年轻的时候 没有完成的梦 你到 人生的 后来的一个阶段 就觉得 我终究 还是要回去 那 文学 其实是一个故乡 对很多人来讲 应该是一个故乡 所以 假设说 在 更年轻的时候 没有 接触很多的文学的话 我觉得 老年会比较寂寞一点 因为 文学是使得 你在 不需要在 为生活奔波 为 道 良谋的时候 那这时候 你会发现 你所储存下来的 那些 文学的能量 跟兴趣 会让你 即使在 不做别的事的时候 你还是有 非常丰富的 一个 生活跟生命 所以 鼓励市民 尤其是 年轻市民 都是 我想是 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 这个改变 我觉得 在我来讲 是蛮自然的 但是 如果前面 就是说 没有累积一些 文学的 爱好 跟基础 而 要突然 作为改变 我想那当然会很辛苦 对 请问 刚刚 有词掉 有什么 那您 就是在学生时代 就很喜欢 那个读书方面 就读了很多书 那 有没有 在这个当中 尝试投稿 各大报刊 然后是不是 有很多的 那个 家座出现 家座我到现在 也不敢说有 不过 确实 我很早就 开始写东西 最早的时候 是我小学 大概三年级的时候 那时候 我小学 还不需要 写作文 不过 因为 台北市政府 忽然要各校 派代表 去参加 作文比赛 那老师 不晓得为什么 对我有点信心 就要我去 我就得了第一名 我第一个 就是得台北市 的作文比赛 第一名 那是我小学 三年级的时候 后来 有时候 开始 要上作文课 等等 老师会把你的 这个写的 还不错东西 就 就 就拿去 给报社 我不记得是什么 也许是 国语日报 或什么之类的 去刊登 所以 我现在没有保留 但是 确实是 开始的很早 到中学的时候 我就自己 写过不少东西 那当时最大的 副刊 就是跟文学性 关系密切 当然都是副刊 当时最大的副刊 是中央副刊 中央那时候 是第一大报 所以我大部分东西 在我大学 毕业以前 都是在中央副刊 刊登的 那我毕业的时候 有很熟的同学 他们都在那里 想去弄出版社 等等 那就来找我要出书 那我自己觉得 那不够成熟 所以那些东西 后来也没有收在 任何的集子里头 不过是 有累积一点东西 但反倒是 到我出国之后 有很长一段时候 我没有写任何东西 那回想起来 那也很好 因为我就 全心全意地 在观察人家的社会 在融入一个不同文化的 许多它的一些现象当中 那当然还要 最后决定 还要念一个学位 所以学位当然也花一些时间 所以我也很长一段时候 是没有作品的 一直到 一直到已经 大概学会快念完的时候 那么当时 两个大报 这个 非常 什么 非常的 对立 那是一个 因为复刊 是读者 大概是 最热的时候 在差不多 70年代到80年代当中 那也就是 高信江 主编 人间富刊 雅贤 编 联合富刊 那两个 两个山头都很大 然后 这个 富刊的 全盛期 黄金期 就在那时候 所以他们就很努力地 向海外去 希望能够找到稿子 所以这时候 两个大报 都来 都来 希望我能够写东西 那 所以我其实是在 70年代的末期 可能 76 77 以后 那才又开始 写了一点东西 很多是 其实那时候 写很多是 书评类的 因为一边 一边在 赶论文啊 等等 这样心思 都比较是 在这些 严肃一点的东西上 所以那段时候 写了不少书评 可能外头 如果陈列出来的 这个书当中 有一本叫做 书香长短调 书香长短调当中 就收了一部分 我在那段时候 所写的书评 那这是 这一段 那 然后是 我在80年 终于回国了 那么回国 那时候也是 我想是 所谓的 富刊的黄金时期 我在中山 教了几年书之后 那个雅贤就来 说服我 去开一个专栏 那这个专栏 一直到前年 到前年 我实在忙不过来了 就写了一个 告别篇 那这个 那总共是 写了17年 17年 没有打破 何凡先生的 记录 何凡大概写了 二十几年 那但是 17年也是很长 对我自己来讲 是人生的 一个黄金岁月 我人生的黄金岁月 也给了高雄 那12年 是人生 非常好的 12年 然后这17年的专栏 大概前面的 前面的七八年 都叫西湾随笔 就是以西子湾为名 那后来因为我到台北去 就是到国家两厅院 担任副主任的工作 那么后来就 不能再用西湾 我就改成黄碧端专栏 是用我自己的名字 继续又写了 大概十年左右 是 是 下半期 请问您 如果您以一个专业的 文学评论的巧克力 您能不能告诉您 一些那个 徐志摩 在那个路上 并且爱情的评论 并且一些明星的 一种比较真实的 爱情的专栏 谢谢 要谈爱情 当然大家大概很少 会以徐志摩为师 那徐志摩他是不得已 就是说他 他天生就是 那么浪漫的一个人 我们看看艺术家 我们必须用 艺术家的定位来看他 我们看很多的艺术家 他的行为 确实是比较 比较特别一点 他其实是 也是情不自禁 也是身不由己 他当然是 也爱灵慧音的 他当然是 对于他原来的妻子 这个张又怡 也是有一定的 这种情分在的 但是在某一些时空下头 他的感情要落在 哪一个特定的人身上 这个有时候 他自己都很难控制 那我们多数的人 属于这种 在上至跟下于的中间 我们比较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 但是也许相对来讲 我们也没有他那么高的才气 写出那么好的东西 我也常常在观察很多 因为我现在有很多的机会 观察艺术家 我觉得他们很多在 思考的方式或行为上头 那么不太能够用常理来看的时候 那有时候跟他的一个创作的能量 当中有一点点关系 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假设我们都觉得说 让对艺术家要多一点点宽容 大概那个缘由在这里 那甚至于有时候 我们给他的宽容 会得出很美丽的花朵出来 甚至于不要说这种行为上的 即使是章法上的 在英文里头有一个词 叫做Poetic License License大家知道 你拿到一个驾照 就是License 或者别的这种执照 就是License 但是这个Poetic是诗的 诗的License 诗怎么会有License呢 那就是因为说诗人 他跟别人来比 他多了一张License 这是诗的这种特别的一个执照 那个执照让他能够偶然闯闯红灯 我们也就原谅他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这个余光中 在六零年代的时候 用了星空非常希腊 这样的一种形容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不可以 可是在这种词句的一种创新上头 我觉得那时候余先生所需要的 就是一个Poetic License 当然现在大家都给了 现在大家都觉得星空非常希腊 或者是什么非常高雄 大概大家都可以接受 我知道时间到了 不过这个问题值得多用一点点时间 大家给我三分钟 没有错 很多人阅读没有感觉到说 我从阅读 那因此就对于写作有多大的帮助 那那个是学任何语文都有这个问题 那那个是因为你只看到讯息 你没有看到它的写作 当你只得到讯息的时候 那你在你自己要去写你自己想说的话的时候 其实你读的那个东西 不会转换到你的写作上来 那我有一个大学时候的老师 他的例子使我对这个问题 有比较深刻的一种感受 那那位老师是一个国际政治的一个学者 非常有名当时 那么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历 因为他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是我们抗战的时候 那时候当然国家不但是穷 民质也相当落后 而且战乱贫人 那么当时到国外去念书 中国人当然很少 外国人对中国人大概最大的一个 最多的印象就是华工 那种几乎是被半卖半片到各地去开金矿 铺铁轨做苦力 留下来就开一个餐馆或洗衣店的 这样的一种类型 所以在国外的这种黄种人 是得不到太多尊重的 那么他在那边念书 就受了很大的刺激 那他说有一回 老师就在课堂上 就批评说 这个中国如何还是等等 大概类似这样子 那么他的英文不够好 他觉得 所以固然是很生气 可是没有办法据理力争 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他一辈子的一个创伤 可是他的一个反应是 我当时觉得蛮不可理解的 因为这个老师对我很好 所以他有一次就自己跟我谈起他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他说他那时候回到中文的世界 包括在大陆跟在台湾 那么已经超过三十年了吧 他说他因为这个刺激 他在回到自己的国家 就没有读过任何中文的东西 他所有的东西他都是读英文的 那不好在他是教国际政治 他就读英文 他说可是奇怪的是 我花这么多的时间在阅读英文东西 但是我没有办法很如意地来用英文写作 我也没办法用英文演讲 那这个当然造成他自己一个很大的弱点 可是最主要是他觉得不能理解 为什么这样子 那所以我就一直记得他这个故事 到后来我看了很多的例子 那我自己也在语言学跟文学的方面 当然这个修了课 念了学位等等 我还看到一个 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一个例子 是前中书 大家大概晓得前中书 大概前中书被认为是民国以来的第一才子 那前中书他在英国念了 牛津大学念了一个硕士 可是他总共待的时间就是一年 他一辈子就是在牛津一年 念一个硕士就回国了 然后我们看他写的东西 那个引经据典 那种最偏僻最古老 从拉丁文一直到这种其他的欧洲语言英文 他的那个博学的程度是很吓人的 那可是他的环境是极差的 尤其是49年以后 他等于是没有什么读外文的机会了 在文革的十年 文革的十年很多人都以为他死了 夏志清先生都已经公开说 前中书被斗争死了 但后来他发现他活着 不但活着 在四人帮垮台以后 大陆上就开始对外开放 然后就派了几个国际声望最高的学者 到国际上来 等于是宣扬国威的意思 那第一个就是前中书 第二个大家也许不知道 第二个是曹玉 就是剧作家曹玉 最近国家剧院要演他的原演 第三个是费孝通 那基本上就是几个 这个国际声望最高的 当时就被派出 还有第四个是肖浅 是一个新闻工作者 可是他是当中的第一号 那么他就巡回美国的这些大学演讲 用最好的英文 把这些以英文为母语的 这些学者都吓坏了 那这是一个违反常理的 就是说他在那么差的一个语言环境 对持续用英文来讲 他怎么能够不但保持他原有的 显然他是在那段时代 还必须一直在进步的 一直在磨练 我们知道语言不用就会丢掉的 我学了很多年的法文 可是没有用 我现在已经知道不能用了 那么有人就很好奇地问钱中书 说他用什么办法保持 他在语言方面的能力 那么他说 他跟他的太太 他太太是一个很有名的翻译家 大家知道叫杨将 那杨将现在应该还在 去年还出版了一本书叫 我们杀 杀就是人字篇三横 那是他们两夫妇跟他们一个女儿 那个女儿也是很不行的 被斗争 那么他说他们在文革的期间 因为不能读任何的书 尤其是跟西方有关的书 读了是要杀头的 所以他说他在家里头 就每一个礼拜 甚至于每天 跟太太换一种语言来练习 所以他保持着一个练习 可是这个练习 我想回到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 就是说这种练习 它是有意识的练习 它是因为怕这个语言会生疏了 而做的练习 它不只是为了得到讯息而去练习 那这就跟我那位老师完全不一样 我那位老师 他所以会这样 这是我后来归纳出来的 他所以会花那么多时间 一直在读在西洋的书报 可是最后他不能用 因为他读的东西是讯息 是因为我明天要讲中东问题 我去读了中东的问题 那所以很多的医生 他们都把英文当作天天在用的东西 因为他光是写一个病例表 他都要用英文 但是不表示他能够把英文用得很好 因为他读的东西就是属于 他要用的资讯的部分 那这位老师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那刚刚这位朋友说 你读了可是你不能够用 这个问题也在这里 所以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者 他叫Morme Somerset Moon 我们翻成毛姆 是英国的一位也是小说家 也是散文家 但是他被认为是很重要的文体家 也就是说他的这种文字风格呢 是ذا 尽